一般在台上就是展现功夫的都是世家 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对不对 如果男孩说那痴迷什么功夫 喜欢当功夫明星 行侠仗义可以理解 一般女孩子小的时候不都喜欢一些 比较温柔的可爱的这种理想职业对不对 在这方面就是我父母一开始培养 就是有一些分歧 一开始我妈妈是想让我往淑女那方面走 结果我从小就属于像男孩一样 人家都是玩洋娃娃 我就喜欢上房街吧 要么是在房上 要么就在书上 然后我 头啊 对 我家里属于是就是二层楼那种 有那个台阶楼梯 我从来不是正着这样走 都是从侧面 抓那栏杆三两下就上去了 然后划着那个扶手就划下来了 然后我妈送我去练过一段舞蹈 就经过一段时间学习 那个舞蹈老师就把我妈叫过来了 说咱家姑娘啊 不太适合练舞蹈 人家都是柔柔 柔柔的这样练 你家公圈跳舞 就举手跳 然后所有动作 出手特别有爆发音 对 都特别有刚进 然后就说要不咱换一个 然后当时正好那个黄飞红特别火 我特别崇拜那个黄飞红 我正好我叫红飞 我当时就说你们不能叫我红飞 你们倒过来念 我叫飞红 然后我爸 然后就看到了我的未来一样 就把我送到了舞校里了 就这么着我就一直练武术了 所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对 小时候是 对 你自己喜欢武术 对 喜欢 哎呀 那小鞭子太棒了 这是你啊 这是我小时候 哎呀 天哪 那小眼神啊 好可爱 小李小龙啊 真像你 男生都比较怕我当时 那年你几岁 六岁我就开始习武了 然后九岁就被选到了 那个河北省进行专业的武术训练 好